无敌闹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1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新闻开始呢 带你来看到花莲县议会从14号开始就进行了县政府的总执行的议程 那么第一位是由议员邱光明来质询 0403地震重创花莲 那么公路交通虽然是柔长寸断 不过一些路段明隧道发挥了车辆避灾的功能 进而降低了车辆遭到落雪几重的风险 希望县府与立委傅昆奇能够向中央公路总局来争取 危险路段都尽快的新建明隧道以利用路人的安全 县议员邱光明咨询表示 0403的地震重创花莲 公路交通虽然是柔长寸断 不过一些路段明隧道发挥了车辆避灾功能 希望县政府和立委傅昆奇向中央公路总局 争取台11线以及台8线危险路段 尽快新建明隧道 那大地震的当时我们重得的这个山 大家可以看得到 从花莲市的看得到 从山上滚下来的这个这个这个粉尘非常多 而且台8线也好台9线也好 整个路段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我认为这种灾情不能再发生第二次 所以本席刚刚在总执行的时候 有建议我们副立委 在我们台9线还有我们的这个台8线 这两个路段一定要赶快来做民税道 因为这次的民税道可以看出它的成绩非常好 很多人都躲在民税道都没有受到伤害 这个是真的讲我们花莲人非常需要的 因为现在只要是有一点人小的地震也好 还是下雨也好 我们清水这一段还多多少少还在落实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本席一直在建议县长能够建议副立委在中央 赶快督促公路总级清水段 以及我们他如果到天翔赶快做民税道 因为民税道的速度做的时间会很短 而且能够保命 而且如果我们要等到苏阿安通的话 最起码还要十年 因为现在还在环境评估 还没有正式开工 等开工还要十年的话 我们这十年当中不能再有发生我们类似这种情况 因为地震关系使得花莲路运交通不便 也重创花莲各行各业 在苏华安尚未正式动工之下 邱光明强调 民税道工期时间较短 也符合花莲人 希望现阶段行车安全的期待 记者综合报导